所以說我要講的真正的貓膩是什麼 一百零四個 好啦 我跟顏寬衡104104 然後包括還有一個95的嘛 所以中間還有兩百一十三個 縱使兩百一十三個也是由市府來派 也沒有關係 重點是什麼 我想這一百零四個 林靜儀的104跟顏寬衡的104 到底要派去哪裡 這個才是關鍵 這個問題是說 這個林靜儀的陣營應該 最後應該做到要258個投開票所 都要他的監票員 就算只有一個 而且只有一個 你們就算有監票員在在地 上次這個陳世凱的 的時候他的監票員 曾經監到監票監到一半 這個哭哭啼啼的逃走了 在地的那個勢力 你從他們可以 這樣對待白先生 送一個紅紅色代步車 完全無視於我們這個社會觀瞻跟一般的這個人道人性的標準 你看他怎麼樣消遣這個 這個蔡英文跟林靜儀之間 林靜儀要求的公平 你就會發現 我百分百證明 他做過去所做的投開票所的這些不要臉的事情 奧博的事情 陳世凱他們發現他們一個箱形車一個箱形車的送人來投票 或者是用這個別人的身份證用不能投票的人的身份證拿去投票 或者是看到這個投那個選舉名冊 然後通風報信打電話叫人家來 所有的事情都會做到 154個投開票所多容易做到 多容易一個地方就算是154個投開票所 一個地方100票的話就有1萬票耶 15000票耶 就贏的耶 陳大哥 我跟你講 但是他們一定會做這樣的事 我們不會做 可是我們現在要 我們對嚴家的看法 過去的理解跟我們最近這40幾天 快兩個月的淡茶 發現他比我們想像中還要邪惡 還要低級耶 所以我講了 我對嚴框門 趁這個熱度 一夥扮聖誕老公公 一夥什麼給他送機車 如果你們嚴家今天真的有說對不起社會 你拿出10億出來當公基金 讓那些小孩子那些 你講這些都沒有用 你們講這些話根本都沒有用 因為他們是個邪惡分子 你要用最積極的方法對付他 就是他的投開票所你要派監票員 而且你不只一個監票員 你還要在旁邊派義勇軍保護這些監票員 知道嗎 你這些喊話沒有用的 你們這些人講話跟我的態度不一樣 我告訴你跟這些不要臉的人打仗 就要比他還兇害 很多人說叫他捐817 叫他捐10億 你叫廢話他就不會捐 不要跟你講了請叫人懂 我現在講那個 講那個票比較要緊 到底我跟你說你要告訴我們 他沒有監票員的地方 對林靜宜的選情來講是有多大的危害 你們要講出來 我講出來 如果今天107個 154個 他總共157個 如果林靜宜沒有辦法派出來的話 我告訴你你不要選就輸了 他一個地方就做票50票就贏了啦 不要50票啦 現在差距在兩三千票裡面 100多個一個一個票箱 20票就倒了啦 好 你們為什麼 你們昨天在議會裡面 就拿一個黑箱作業 然後被人家張記照一下 宣布會議結束 結束 就這樣結束 所以我都懷疑民進黨的競選總部裡面 有人被握敵 余將軍 我懷疑那個林靜宜身邊有人被握敵啊 這個投開票所沒有監票員 而且只有一個監票員 這個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欸 結果現在只好在只有輿論在那裡講 然後那個選委會不動如山 我們問選委會 選委會叫我們去問台中選委會 台中選委會回我們製作單位 就是民政局長講的話 已經公告了 這就是過程欸 依照林德語啊 陳世凱或是知商你們過去 陳世凱回憶2013年跟2016年的選舉 發現這個在地的 因為是嚴加勢力掌控的投開票所 這個監票員是多重要 就算是有監票員 而且呢 還必須有這個旁邊的所謂的這個 嗯就是這個搶救大隊或者是救護大隊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各種手法都有 還有說在黑衣人啊 在附近投開票所附近啊 這個喝茶聊天 讓他認為可能是投給不是 嚴寬恆的人選的這些選民不敢去投票 對不對 這是從外圍開始就有的 更別講在裡面 裡面有監票員 就算有監票員 林德語說 陳世凱當時2013年的一個監票員 因為壓力太大 臨時哭著這個走掉了 因此就算是有一個監票員 你這個監票員如果膽子不夠大 抗壓性不夠高的話 在場他們別人要亂搞 你也不敢抗議啊 只有你一個人啊 其他人都是嚴觀衡的人跟台中市政府的人啊 所以這麼艱險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這個中央的民進黨的立委 跟那個地方的這個競選總部 好像得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台灣很多人被嚴加欺壓 包括媒體人被嚴加欺壓 被嚴加霸凌 被嚴加這個沾便宜吃豆腐 都覺得心甘情願 這也應該有專案小組 這個好奇怪 嚴加這是非常無恥 我們先拿送代步車這件事情來講 嚴慨昨天晚上的時候他說什麼呢 他說他持續拜訪百老先生 然後對方終於接收了這台可愛的小代步車 就今天上午的時候 白太太他出來受訪說 根本就匿名送的 他們也沒有接受 放在里長那邊 誰要誰就去拿 根本沒有收 試問如果不是白老太太 他很勇敢的站出來去澄清真相 是不是嚴慨的這個公然的說謊 以及他的騷擾行動就得逞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無恥的家族 他們又這樣子霸王硬雙公都可以得逞 每一件事情都可以 所以二十幾年都這樣子 連個國家保護地都可以 消費人家的苦難 這個就地合法 你聽他不會很生氣嗎 監票這個事情很簡單 2013年補選人就知道說是有箱形車載人去投票 有啊 陳世凱對我載過照片 沒錯 而且報告是說他說 什麼聚眾泡茶聊天讓人心生壓力 大家可以想像那個畫面 就是看起來像兄弟人在那邊 我等一下請問一下 去在那邊給你壓力 用箱行車載人去投票 有沒有違法 現在已經不是違不違法的問題 現在是他所有的做法都超越法治 而你林敬儀陣營 用慣常的方式來選舉 請繼續鎖定 民視台灣台 那新聞152 謝謝大家 1 4 1 2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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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